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外星人改造人类的科幻惊悚片《默允回生》 电影的开始 主角一行五人开心地去野外度假 分别是红衣小哥和他的女友斯文男和金发女 另外还有一个单身狗 屋中他们路过一个加油站休整时 单身狗在小树林里看到一个有血迹的小货车 正觉得奇怪 一个大叔突然从后面窜出来抓住了他 给他看那只他杀的鹿 还一把摔了他的相机 他们看到大叔手上有枪 吓得立马开车逃跑了 随之一行人来到别墅 准备度过愉快的周末 电视新闻播报了地方天空中出现的神秘云层 目测是一场世纪风暴 而此时窗外天上正是电视上的那般模样 就在这时 红衣小哥发现自己的车没电了 斯文男怀疑是加油站那个大叔搞的鬼 夜晚 大叔拿着望远镜去树林里观望天空 突然 天上出现了一艘外空飞船 大叔身体开始止不住的抽搐 单身狗也从屋外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了大叔 红衣小哥生气的暴走 想去车上拿枪和大叔对峙 回来的时候 鞋子被地上的不明物体粘住 他往下一看 竟是一个外星人 吓得飞奔回屋 几个人便躲在屋里计划怎么逃跑 这时 一个水母一样的东西飘了进来 外星人也在悄悄靠近 红衣小哥拿起了枪 准备对付外星人 没想到却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女朋友 这时 大叔一直在屋外观察着这一切 碰失女友 使红衣小哥变得异常暴躁 他举起枪 想威胁其他人 让自己跑路 而单身狗冲上前 打晕了他后 就带着其他人开车跑了 半路 他们发现红衣小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拿枪指着车 单身狗一紧张 就把车开翻了 就在红衣小哥过来准备把抛弃他的小伙伴们一枪解决了时 外星飞船突然出现 把他吸走了 大家吓得撒腿就跑 逃跑时 单身狗的脚不小心被捕猎器夹住 原来那是大叔为了抓外星人在这埋下的陷阱 大叔赶来帮助他们 大叔带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并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个宇航员 一次太空任务的时候 被外星人抓走做人体改造 醒来后就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奇怪的印记 还拥有了特殊的能力 他现在想要为之前的一切报仇 正当三人准备偷偷跑路时 外星飞船又一次出现 这次他们把腿受伤的单身狗吸走了 剩下斯文男和金发女逃跑到湖边想要等待救援 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救援直升机 而是外星飞船 两人就这样也被吸走了 斯文男醒来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而外面全是红色水母 他从通道爬出去 找到了被吊在空中的单身狗 没想到单身狗身体被解剖改造 身上全是一堆不明管子 斯文男感到很害怕 他想去找金发女 突中发现 红衣小哥和他死了的女友 也在这儿被解剖改造了 最终 他在一个浴缸里找到了金发女 正当他想救出金发女时 外星人赶了过来 斯文男被抓走了 他的脑袋也被外星人残酷地钻开来研究 第二天 斯文男和金发女在一个湖边醒来 红衣小哥的女朋友也死而复生 大家全都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 像没事一样继续开心地玩耍 不同的是 他们的身上都出现了和大叔一样的标记 政府也发现了外星人的存在 想要对这些被改造的人类进行隔离 他们的车在中途被拦下 警官发现了他们身上的外星标记后 打算直接将他们灭口 一枪把红衣小哥和他女朋友打死了 然而 经过改造的他们已经拥有了超能力 金发女能听到远处警官的窃窃私语 红衣小哥可以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单身狗一个眼神过去 就能把制服他的警官钉死 而斯文男则用超能力把警官手上的枪抢来 这时 大叔也赶过来帮忙 一群警官就倒在了枪声之中 然后 三个人互相搀扶着离开了 这时 红衣小哥女友的伤口自己痊愈了 他醒来后 把红衣小哥也一起救活了 电影的最后 一行人在山上望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也许外星人又要准备进行下一次俘虏了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